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投手罗景龙 表现非常精彩 用了132球 玩头9局无失分 也是生涯 个人生涯的 首场玩丰盛 帮助统一最后以4比0赢球 赛后也获选单场最有价值球员 而当天兄弟打线呢 仅仅敲出了6支零星安打 而罗景龙在八局下面对花花张正伟的时候 连续13颗界外球 特别消耗他的体力 但这并没有让罗景龙的斗志燃烧殆尽 他最终就用了132球 玩头9局上演玩头玩丰盛 名流青史 而截至今日呢 中华职棒史上 一共有326位投手演出玩丰 而在9局玩丰的记录当中 罗景龙当天所投出的132球 球数排名是史上第34多 而最多的是康明山的166球 最少的则是陈奕信的78球 好那刚刚牛奶报告了这个 最多球完封166球 然后罗景龙那场比赛是132球 那刚牛奶其实也提到了 在第八局的时候 花花是连打13颗界外球 所以如果不是花花那个打席的话 罗景龙的用球数应该会更近 那就还算正常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曹总对于那场比赛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没有 我只记得他罗景龙那天 确实是投得不错 他到底是4比0还是多少 是不是完封 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但你印象中 罗景龙投得不错的关键是什么 他的纸插球兄弟那一场都打不到 有一些挖地瓜的猛虎 所以印象是 最主要的焦点是在这里 那就在想说 下次碰到他要怎么打 132球以现代这个棒球 投手分工来讲的话 其实是 你现在想说 如果有一个投手先发 然后投132球 那一队总将会被骂死了 会被骂 所以现在的棒球会被骂残 对 所以这个记录我想 我想132球是史上第34多 然后诚意性是78球 对时报应 对 陈医性78球完封之后 好像革命几天又出来后援 这样也会被骂残 对对对那是发展20几年前 现在也会被骂残 不过曹总 曹总史上 在你的时报生涯当中有六场无事死球完封胜 对不对 曹总对这个有印象吗 有一点印象 有没有哪场比赛让你的印象最深刻的 在这六场比赛当中 我应该投过好几场是被打一只安打的 哦哦哦哦 投九局哦 对对对 这很丰盛的 那当然我在新竹跟山商那个那个拆点完全比赛那个印象当然很深刻 其实状况不是很好 哦哎呦 这很奇怪哦 哎呦哎呦哎呦 其实投手这个感觉啊 就是说你一整年其实真正状况非常好 你会觉得球速有控球有 球路也相当漂亮的 大概没几场没几次啊 一整年 哦 所以几乎都自己认为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下去比赛的 嗯 哎呦反而是 这很奇怪哦 对啊 心理因素很重很奇怪 对 但是你会觉得状况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都在牛棚啊 头啊 所以牛棚的这个只能当成参考 啊哈 不是一个准则嗯 那曹总刚刚提到是一安打完封的那场比赛 那你第七局被康磊打安打吗 对 那时候还继续就想说继续撑下去 对其实我投到第七局大概队友也会稍微 哎奇怪怎么怪怪的 哦 这么安静 哦原来是有这种事情哦 哦 当然我会觉得因为你被打安打 我其实是只插球我还记得 哦 比较低的位置 那康磊你知道他蛮广的嘛 对 他打击蛮广的 就被他捞起来 要欣赏安打 但我也觉得 我已经对决用最好的球路了 那也没什么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对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属于 这是我 我拿出局数 那我什么样 放到我想要的位置 你怎么打 你要打滚地球要打高飞翔 反正出去数拿得到就好了 所以我很少有保送的 哦 我也不愿意保送 好 这个无视死球完封胜是非常难的啦 因为本土投手 好啊 新年来也有本土 独当一面的王牌是越来越少 希望能够再有投手 演出这样的好成绩 好 以上就是为您带来4月3号 历史上的今天 感谢观看